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在社交平台的视频总播放量近60亿 曾在一次视频营销中带来648万的下载量 独特的社交天性 据悉WISH最早是一个图片分享网站 天生的基因便是社交 2013年WISH开始进军跨境电商领域 借助移动端的属性将跨境电商和社交进行融合 从最初瞄准这个打法开始 WISH就和其他具有社交属性的平台有不同之处 一不同于亚马逊 Evee 做卖通等跨境电商平台 WISH的娱乐性和用户粘性更强 二不同于WONILO等社交导购网站 WISH不依附于其他购物网站 本身就能直接实现闭环的商品交易 作为社交导购网站 用户在WONILO购买商品 需要跳转相应的购物网站 而WISH用户可直接在站内实现购买 三不同于Pinterest等社交图片网站 WISH提供商品的购买服务 在Pinterest上 用户可以收集并分享自己喜欢的图片 但是在购买时需要退出至其他渠道购买 基于最初对移动端的投入 WISH用户在社交玩法上的交互方式也会越来越多 社交下的广域流量池 一般动力了解到 目前海外营销主要依靠四大方式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YouTube 用户数量都已超过10亿 其中Instagram的越活跃用户已达7亿 主流玩法包括图文贴加 短视频加 RGTV直播 Facebook的越活跃用户数达20亿 主流玩法包括图文加视频 YouTube的越活跃用户数达10亿 是近两年最为活跃且粉丝上涨最快的平台之一 其中更多为中东地区的买家 YouTube主流玩法是录播 相对直播而言 更容易帮助卖家做资源沉淀 根据WISH官方数据显示 目前其在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上的粉丝数 已经分别有3730万 19 3万 220万 其中有一条广告视频播放量达9215次 其中亚马逊和沃尔玛分别排名为14、24 除此之外 WISH还尝试和体育界合作 利用短视频社交玩法打造体育明星效应 在2018年世界杯期间推出的 Time on Your Hand的市场推广营销中 该视频在YouTube上有5、95亿次播放量 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有超6亿播放量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营销带来了648万的APP下载安装量 精准算法下的用户数据沉淀 在社交体系的支撑下 WISH有多少活跃用户呢 据悉截止目前 WISH平台有12、5万越活跃商户 平台越活跃用户达9千万 那么这些用户如何沉淀 一帮动力观察发现 在WISH App端有一些提升用户粘性的活动 如WISH大转盘 用户可以解锁促销商品WISH大转盘 再如极有游戏 用户每天登陆WISH客户端 都可以领取一张邮票 集齐7张邮票后 就有机会获得5折的购物优惠 极有游戏 在高年度的活动下 WISH会通过深度学习用户的信息及行为数据 为用户推荐产品 如新愿单 用户将想要购买的商品 放入新愿单 WISH就能主动推送相关商品 一方动力了解到 用户购买次数 上一次浏览商品 都能够被记录在WISH的数据库中 WISH外部导流百分比 当利用移动设备 进行裂变的社交电商越来越瞩目时 提前若觉得WISH是否会比别人更占优势呢